7.把做好的馅料放入料头 启动下馅控制 用手触摸馅嘴底部 将馅料快到馅嘴底部时停止下线控制 8.馅料出来之后 先启动转盘控制 再启动下面控制 当面片出来离面嘴3到5公分之后 启动下馅控制 9.制成成品包子后再称包子重量 使包子达到要求重量 如果重量轻视 可增加馅脚龙速度数据 凡之则减少 注意面皮重量在要求范围